本节目由一秒二年嗨起来的秒嗨APP弹注播出 秒嗨APP运动短视频社交平台 国足十二强在兵败塔时干 小组出现成为失望之后 对国家队表现失望至极的海叔 向高红摩的指教努力 多维的场上表现进行了评述 高老可能不是对自己太有信心 每一次都不断地在推翻自己 每一次可能对场上的球员的表现 都不是特别肯定 仅仅几句评述就在互联网上 引起轩人大波 曾经的李仪大帝有为杜威报答补评 还前生化老板朱俊则发表微博立体 在各类媒体进行解读的同时 郝海东突然发表一问 别再爆料了 再爆料就要有人进监狱了 同时表示 郝海所有言论与好好地无关 还收集联练后也在微博特殊回应 并附上一段50天前 颇具生意的视频 我们大连的好几个球员 他们一块到了王健林 要去问王健林 你给他多少钱 很久没有见到现场阵容如此之奇的一次 中国足球的集体表达 不扯淡 他们只就会开会 外籍教练说了 也就做了 中方教练说了 中方教练说了 还不一定能做到 应该是 应该改一改 那个时候我太年轻 然后呢 他也太孩子气 最强两界国足 最经贸内幕话题 这一切都发生在2016年8月29日 孙几海创业项目 秒嗨的发布会上 首先请出 Bora Stay on the stage Please 请出 七五生指导 欢迎七五生指导 请出 海东 马明宇 黎兵 杨晨 孙几海 一到登台 先不着急坐下 一定要来个合影 来 先来个合影 态度决定一切 Attitude is everything 这是他的 带给中国足球的 那第一句话 我说这个合影 特别有价值 小红帽 小红帽 在一个快递 也很澎湃的今天 来 站得紧密一点 米卢带给中国足球的 除那次出现之外 很重要的一句名言 就是 态度决定一切 来 怎么样 大家拍的 够嗨吗 就这样的组合 在我主持的 所有论坛当中 根本就从来没见过 因为这样的组合 确实是我们期待 很久很久了 也只有今天 像纪海和这样的 秋远又召唤 这些好朋友 才能来到现场 这个秒孩 给我准备了 两张纸的问题清单 刚开始滑掉很多 是这你不能问 这你不能问 但有一个问题 写得特别清楚 说听说米卢 当时跟有些队员 关系不好 说这问题 你一定要得问问她 真的 这是他们准备的问题 我把那清单 给扔到下面 我故意没有带上来 但她的确提到这问题了 其实有问题不怕 得解决问题 先从海东那说起 先从纪海那说起 这当时的确 米卢是不是 刚开始 不大看得上你们俩 真的 这是秒孩提供的问题 这问题特别好 这个纪海今天是主人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 我特别想回复到 当时的那个过程 一定是有一些矛盾 也有一些看法不同 怎么解决 还是这问题到现在 还没解决呢 应该说呢 昨天 米卢先生就 我们之前就 昨天晚上有一个晚餐 其实说实话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 很认真的 跟他交流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得出来 一个共同的答案 就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太年轻 然后呢 他也太孩子气 等于我们俩都是 特别孩子气 特别较真儿的 这么一个人性格上 然后其实呢 他还给了我一个 另外一个答案 说实话 让我高兴得 昨天晚上都没有 太睡好的时候呢 对 他说其实呢 我一直是 会把你带到世界杯 会在关键的比赛 启用你 我知道你是一个 有性格的球员 你也同样是一个 有能力的球员 所以呢 我要用我的方法 让你服从于整个团队 让你能够把你的 最大的这个能力 跟水平发挥出来 我感谢他 而且呢 他也昨天跟我透露 一个秘密 他说 如果 这个 有可能的话 马哥也在啊 马哥也可以见证 这事我没撒谎 他说 我是三个队长 的人选之一 但是 因为长相问题 没选我 不是因为长得丑 因为没有马哥 更有佛像 来 那把话筒给马哥 昨天说的三个队长的候选 除了你们俩之外 还有谁 也没谁了 也没谁了 长得没谁了 确实说过 他昨天确实说过 第三人选是谁啊 季海一直在交流吧 因为 对 马哥的那个四川话说的不太好 所以他没听懂 什么叫四川话说的不太好 人家就会说四川话 是这样 另外两个呢 就是说为什么我特别高兴呢 就是因为 能跟这两个足坛 过去这么多年 两个大佬 能够共同入选这个 可能成为队长的这个人选呢 挺开心的 一个是这个郝海东 一个是藩之义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 柏拉先生呢 昨天晚上应该说 还是 直到今天这个场合 我是东道主 而且呢 像杨晨啊 嘉义他们都没有参加昨天的晚餐 我相信如果他俩去的话 人选可能是五个 你对米鹿太了解了 说到三个人选之一 海东在现场 其实当时 他当时就是大炮 当时就愿意表达这个 直输胸义 今天开始之前 既然也劝他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 别说啊 一定要控制好 是吧 尽管足协没来人 但你也不能胡说 这个当时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也听到了 其实一个第一前锋 跟主教练之间 有点小摩擦 不顺畅 挺正常的 当时他怎么解决了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 真的我 从来没感觉到 米鹿会说 对我有任何的意见 主要你对他有意见 对不是 主要我表达的方式方法 太激烈了 确实是 如果作为一个球员的话 你在这样的公开的场合 去质疑了他的主教练 按理说 这个人就基本上完了 他在俱乐部还好说点 你在国家队的层面上 他绝对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了 但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就是 他非常圆满的 微软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他一直在说 他说我没看到 我不知道 他说什么了 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央视 我们也当时是挑拨者 真的没有任何 就是当时训练完 我胡子拉差 完了剑红 留下我说采访一下我 就是当时因为 我们一直在打小组赛 我是真的出于对球队 就是我认为这次一定出现 那么稍微有一点点的 我感觉我们还可以再加强 比如说在他训练啊 整个的安排方面 更严谨一些的话 我们会更好 所以在这时候 我发表了一些言论 在公开的场合 没有私下里 跟他有任何的交流的时候 在全国的媒体上发表了 确实这是在整个的 备战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点点的瑕疵 但是那是小组赛 只要小组赛一过 我们进入正常的 时常赛的时候 我回到队里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 包括跟所有的队员 而且当时说到什么大联邦 什么没有任何 我跟季海 他年龄小一点 曾经住过一个屋子 其他的这些球员 我们在队里的时候 都是很正常的队员 根本没有我们谁清谁输 或者是还有怎么样的这种关系 一起大家对付主教练 没有过 而且在所有的队里面 我是最讨厌拉帮结伙 去威胁 所谓的 他们去请愿 还有一些 包括季海从英国回来 有一回 当时他在水晶宫 后来回到万达的时候 应该是吧 我们大联的好几个球员 他们一块到了王健林 要去问王健林 说你给他多少钱 这意思就是 季海当时回来 可能拿的钱要高一点了 当时给多少钱 你知道了太多了 他昨天晚上一直在讲 都告诉你 别瞎讲啥实话 这个事我想补充一下 是什么呢 因为昨天晚上交流非常的深刻 我说实话是第一次 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柏拉先生是非常爱才的 他说 就是最优秀的球员 实在最关键的比赛 而且说实话 海东可能是在媒体的言论上 但是我是 给了他一大飞铲 就所有的 家里人也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给一大飞铲 他就即便是这样 他也没有说 在这个失业杯的比赛 包括十枪赛 弃用我 而且我这一飞铲 应该是对他印象很深 他说 小狗的身体不错 用力 他确实是 有他的阅历 他的这种经历 在世界上这些经历 带队打了世界杯 这些经历 是 大家 你们没有过的人 你没有站在赛场上 没有真正经历的人 你永远也不会懂 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也一直在说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你如果没有这种经历 都胡扯淡 他们只就会开会 他真的不会这些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能在未来的这些 我们的征战当中 这些球员们 教练员们 真正的管理者们 你们要知道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懂 别瞎掺和 行 这话意味深长 听者有心 这个话我们转给 还是转给伯拉先生 因为他是重要的 当时的角色之一 先回答一个问题 当时队长的候选 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 Only Only Two Twenty Two 22个人都有可能当队长 他那个说不多讲了 他有一分钟 这一分钟 是他自己剪辑的 那支国家队 在02年世界杯赛 能历程的那一分钟 他自己剪辑的一分钟 Video 有一个视频一分钟 他又献给大家 女士都献给大家 他就犯了 她就犯了 这我们的 这一分钟 慢点 你瘋了 你瘋了 好 你瘋了 你瘋了 好 cuerpo 胃子 好 胃子 就是救他 就是救他 不坏 哈哈 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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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tor 不懂我们的意思吗 全力出局 出局了 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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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看了吧 鞭子两区,好球。 十比四。 鞭子两区,怎么会讲规则呀? 怎么会讲规则,拍强,拍强,走。 这一高点过来,完了,别讲究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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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就不严善 啊 你不必要撒饭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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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次在绿岛前面的训练 这是一次往事足球 是吧 这一分钟要说明什么 就是你必须非常的enjoy你当时的训练 enjoy国家队的氛围 这个特别重要 they need to believe 他们要相信 they need to do actitude is everything 态度取决于一切 这个就是我们去世界杯备战之前的一个视频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享受这个过程 同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训练 他也有很好的那个副教练 他当时他有一个翻译 也是帮他了很大 小鱼 对 当时也是非常关键 有很多很多球迷的支持 总共的值分是二十分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个过程 也只是一平一副 一平一副 当时有太多的球员受伤了 所以也没办法 也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很高兴跟你们再聚一聚 这个真的非常难得 非常感谢 这是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缘分 这十五年当中我们能把这份友谊 这份欢乐能够持续 其实分享这份团队当中的精神 和那种特别特殊的氛围 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有比郝雷东能说的就是伯拉 如果他问我一个问题 你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运动员都挺棒的 而且每个人都丰富的个性 最后选择马 是吧 提到马儿了 马儿来回答回答吧 因为当时米罗对你的认可 是认可度非常高的 你也回忆回忆那支队伍的特殊的一种氛围 因为在此之前 所有的冲击过程其实都挺虐心的 这一次的冲击似乎被人感受到是快乐的 而且是凝聚人心的一次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就拿我当队长这个事说吧 其实大家可以从这个事看出 我记得是在西安 在西安打那个小组逸选赛第一场 马儿代夫 因为那场球 大家都在准备前嘛 开赛准备前 大家都 结果那个我记得是 当时的那个复林队里 吕峰 就拿着这个 队长秀标 对去问 问米罗就说 今天这个场上队长 当时我就 是吧 因为我就在旁边 当时我觉得米罗就说 马 一般原来都是犯嘛 犯 一说马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是吧 但是呢 没多去想 当时因为就准备比赛嘛 就说而且 我觉得后来整个 不管是小组逸选赛 包括这个 后来的死枪赛 大家我觉得 所有队员包括犯 我们说的海东啊 这些 刚才海东也说了 其实没有像外界说的 好像什么分的 大家好像 整个精力都在比赛上 然后 今天也说 作为我也说一下 就是这个队长 其实 当时我觉得不管 可能米罗选了谁吧 可能不管是 海东也好 范子也好 甚至其他任何人 我相信那一届的结果 应该没什么变化 都还是能 我们能达到最后的那个 出现的那个目的 马儿自签了 其实我们复原当时的现场 特别有意义和价值 因为都想有一支强大的队伍 一支伟大的队伍 当然这些队伍必须是 凝聚人心的一个队伍 这个队伍的氛围将决定很多 当然我们回首 1998年世界杯的冲击时候 其实七十岛带领那支队伍 是一支很强大的队伍 现在有人还在说 是98年那支队伍强 还是02年那支队伍强 这个七十岛其实我们看到 国内教练对球员的了解更深入 但是往往受到 个性或时代的局限 有时候认为 本土教练带的国家队 可能气氛上更凝重一点 您当时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从外面看 是这样吗 因为98年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那支队伍特别强 是传统足球体制遗留下的 最完整的一支国家队 这个问题想提给您 就是当外籍教练和中方教练 面对一支国家队 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时候 我们调整队员的心态的能力 真的像我们外界所看吗 我们受一点小的局限和拘谨 是这样吗 历届的我觉得 中方的教练和聘请的外籍教练来 在管理这个程序上 享受的是不同的待遇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这个决策的把握的力度 也就是说 外籍教练说了也就做了 中方教练说了 还不一定能做到 有可能做到 有可能做不到 这是一个现实 不要说 我相信 现在的中朝俱乐部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面临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奇迹 可能从历史的回看来讲 其实倒觉得 当时留下了很多历史的遗憾 就是很多想法 不能真的能够加以实现 真的是回望98年 去法兰西的路上 其实中国队刚开始的 启程速度是不错的 但是2比4输给伊朗之后 似乎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场比赛 很多人都在回忆那场比赛 如果那场比赛结局不是2比4 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场比赛您还记住多少 那场比赛应该是 也是刻骨铭心的比赛吧 用当时的主席王俊生所讲 中途脑战役都打起来了 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 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一场比赛 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十强赛 对伊朗第一场比赛 我们课程 应该是内部我们自己教练组 我们的规划四个队 四个对手 现在是12强赛 我们的队伍是面临五个对手 我们四个主场 应该说圆满的 比较充满希望来说 四个主场都要拿到分的 这个成活的 出现的就比较大了 我们在沙特 科维特 我们拿了十一分 拿了十分 这两个对手 我们在主场 我们对沙特和我们卡塔尔 我们反而没有拿分 零分 这就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教训 永远能够记住场面的 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要减少我们自己 从我们的准备工作的减少我们自己的 不该失误的这些东西 加强团队的精神 加强合作 加强这种互相的弥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小组赛通往世界杯当中的 每一场 每一个队员 在比赛的九十分钟 从第一分钟到九十分钟 都应该是精力非常集中地去对待比赛 这样我们想 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当中 才能够有所成效地去体验 这个其实咱们讲得很简略 但是这个简略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未来可以去提取的 没有一届的成功是独立的 必须有此前的继承 因为这个继承是非常重要的 黎兵参加过九四 九八 零二 零六年的预选赛参加了 零六年没有 三届世界杯预选赛 都是主力 对你来讲 你是现在这个台上 直接在场面进行执教的人 有很多的营养你去吸取它 有些教训吸取它 我相信未来国家队的阵容里 你希望自己能回到教练组 甚至成为中国国外的主教练 这都是不可回避的梦想 真是回望那三届世界杯 有什么是你能提取出来 给到这届国家队的 能给到他们 因为解决什么问题 是当下特别关键的 是根本 我想对于现在来讲 我觉得能够给予他们的 一个是祝福 那么第二个呢 是希望现在国家队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因为我记得在 这个资格赛的时候 那么红波接手之前 高岛接手之前 其实已经 大家觉得没任何希望 资格赛都出不来了 那么这个 最后进入到最后的十二强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种惊喜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没有过多的压力 我们队员只要去 专心 专注 然后到了场上 大家团结 把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 也许可能也能给我们 一个惊喜的结果 我想就这样 作为记者 作为球迷 大家看到的是 这届的保障 这届的包机 大家对这个报道特别多 但这一定不是 对内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都是用钱 用我们的团队进步 能完成的 有哪些问题在你看来 是这届国家队 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 你别客气 这话一定要把它讲出来 说实话 其实现在国家队 在这次比赛当中 应该面临特别多的困难 那么这种困难呢 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高岛一定会有 它的一些解决的办法 因为如果作为一个教练 去带球队的话 他必须每天都和这些队员在一起 他才能够了解到 这里面具体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我们离得比较远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可能 真的是给不了太多的建议 只能是祝福和支持 特别严谨 这个未来私下 会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因为可能收得过多 让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的误解 但对于杨诚来讲 其实我们一直坚信一点 就是无论外界是不是坚信 无论外界是不是怀疑 这团队内部的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团队内部的人 必须坚信自己可以 就是在那一次的争承当中 到了哪个时间点上 是真正的信心建立的 真正的希望开始有了 而我相信 不可能刚开始都达到100% 怎么讲呢 我觉得像这次国家队 他们是艰难取胜小组出现 在大家就像黎兵说的 谁都没想到的情况下出现了 但是12强赛 摆得他们问题 就是对韩国 对伊朗这些强队他们怎么打 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像小组赛 对卡泰尔最后一场比赛 他们要这种精神状态去打 没问题 关键是他们要有凝聚力 要为这个队付出的 投入的精神 人家说团队精神 什么叫团队精神 当时咱们也看过 就是国外 比如像马静 他为什么能打败巴赛 打败黄马这种球队 就是他有团队精神 他们每一个人 当时我记得采访托雷斯的时候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为那个的人去死 但是这话有点夸张了 但是这个要有这种精神 我觉得一个团队没问题 这种精神是一个挺直高的境界 想问问那个姬海 就真的是这种境界 在团队当中 大家能够形成的难度 到底有多大 平时我们都觉得 中国队任性不足 中国队可能在我们放弃之前 内心自己已经放弃 情况是这样 其实我经历了97 就是98跟02年 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 七日岛跟米罗 都是我的主教练 我的很大的感受 就是97年我是 很小的一个队员 我没有太多的思想 去思考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回过头来回忆呢 可能我个人认为 那一次的冲击 97年第一次的冲击 对于我来说放弃得太早 可能我们在 仍然非常有希望的情况下 我们更多地考虑的 不是如何能够 把这种 就是希望变成现实 而是更多地考虑到 很多一些跟足球 没有关系的一些因素 所以这样就影响了 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 和最终想要达到 这个目的的这个过程 那么02年的这次冲击呢 昨天跟米罗教练呢 也聊了好多 那么他在很多人选上 比如说主力球员 包括带到世界杯决赛圈的 这些球员的人选上 我跟他昨天的交流 得出的答案是 第一要素 就是刚才杨晨说的这种 团队精神 他能够为球队做什么 他在球队能够起到一个 什么样的作用 并不是说 他的这一脚球传得多好 射门有多好 或者是等等 很多其他的因素 所以相信 作为这一次的这个冲击 第十一次 那么这样的一个团队精神 这样一个永不延弃 永不延败 努力去争胜的这种精神 确实是像刚才老大哥 还有教练们说的一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作为海东一直在观察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一代 刚才我所描述的 就是传统的精神体制下的 几乎是最后一代的 这个国角 可能那一代 大家都认为团队精神 似乎天然拥有 现在的年轻人 似乎需要加强 据你的观察 在目前的国家队 形成这种 真正的是一个 完整的队伍的挑战性 到底有多大 因为这个我觉得 是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在这方面 你能看到一些希望 看到一些进步吗 我认为现在的孩子 更有个性 他们应该说 更具备了 打这种世界大赛的 好的环境 跟我们当初不一样 我们当初所有的这些 外界的压力背负的 昨天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跟米如当时 她就讲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走过来的历程 我们中国人 她当时来 接队 我们是在广州 打四国邀请赛 我们赢了新西兰 赢了乌拉圭 得了冠军 她告诉我 是 当时 但是有人发奖 就工作人员去领 没有队员去领 就根本没有享受 足球带给你的快乐 是吧 刚才她放的这个片子的意思 也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 当时02年世界 为我们这么好的氛围 讲实话 我们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 一个我们当时的外教的 而且我们的队员都长大 我已经长大了 我第一个带了老婆孩子 去到绿岛 没有过 那就这样了 如果不出现 可能浩海东又成了一个罪状 但是这一切 最后小马他们 对吧 我们老婆孩子都在 我们六胜一瓶 提前一轮出现了 所有的这一切 不是说足球只会沉重 当然了 我们要赢 你们看到这嘻嘻哈哈所谓的 如果输了 这就是罪状啊 你看你们提着这样 他们还乐 不是的 足球不一定是愁眉苦脸 足球不是残酷的 对吗 我们过一个人 我们一个脚后跟 我们有一个过人 过个当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 但是我们的整个环境 土壤不给的时候 那就是狗屁 你什么也得不到 你们只会赢 对吧 你只想赢 但是你赢不了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足球里面没有输 一场比赛输了 你就输了吗 你的人生 就是因为一场比赛输了吗 你所谓的这种感觉 好像跟足球没关系 不是的 他也提到 他说 不是你一脚球踢得怎么样 你多好 融入在球队里最关键 对吗 如果我是一个操蛋的人 所有的外籍教练 我都经历了 史拉普纳 霍顿 米卢 阿里汉 可萨 所有的这些 有人说过 浩雅东操蛋吗 这怎么跟米卢翻译这个词 这个怎么翻译这个是吧 这难度有点大 一会儿吧 争取翻译得准确一点 所以队伍的团结非常关键 不是说喊的精神 比如说 集体的训练 集点发车 那一定你提前来到队里上车 对吧 五分钟 之前你上车嘛 到点开车 我不记得在大连是计行晚了 还是严松晚了 还是谁 我不知道 我们就开车了 管你是谁 我也一样 出早操 你脂肪超标 你徐红 黄海东 你李明 你也得去跑 对吧 不是以年龄的大小 不是你资格的老少 不是所谓的你进了球 你就在一个队里最牛逼 不是的 你能为队做什么 你能为别人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给大家的 在一个团队里也一样 所以 我为什么说 这些所谓的当官的领导 你们就别他妈瞎掺好了 给教练 拦路拦不住 拦路拦不住 你说这样 这段掐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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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苗亥没关系 纯属浩海东个人言论 还在这儿冲到个人品牌 就是让主教练 对吧 你既然信任 郝卫东剩下时间不多了 让我再讲两分钟 留给郝卫东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给主教练足够的信任 对 对吧 给你的团队 就是这需要大家 对吧 社会啊 以及你的管理者 对你的团队所有的人 对吧 你的后勤 管理 医疗 主教练 守门员教练 所有的这一切 足够的信任 对 他输了 你可以换他 对吧 你不能再去 老师说 让我们提建议给他 你别说八道 好 说太好了 好 谢谢 其实海东也替刚才七十岛说了 就是这个信任特别重要 这个信任不仅是上下 左右 前后 都得信任 小峰马尔 作为队长 其实我们始终不能捕捉 场上的真实的球员心理 真的在那届 国家队当中 能够感觉到彼此激励 彼此融合 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 真边都是兄弟吗 这种感觉 其实我们平时是拍不出来 似乎也问不出来 只有现在回想十几年前 那是你职业山涯当中 挺美妙的时刻 对对对 昨天我还说 其实 这一段 在足球生涯里边 其实这一段很短暂 但是呢 应该是记忆比较深刻的 我记得我们每次 要看一个影片 它是好像涉及 这个叫光荣 光荣岁月 Remember the Titan 是吧 对对对对 中文应该就叫热血 反正是 就是一个橄榄球的 因为每次赛前 都要放一个片段 就放一个过程 不是看完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看 都能激发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 一种力量 就是这种团队力量 你可以放开讲 说你可以放开讲 对对对 其实包括这一次 我觉得我们 回来对小伙子冲击 我觉得 其实最重要的 刚才 其实大家已经说了 提取出来 就是第一 要有自信心 因为你既然 不管你怎么进去的 你进去了 那么你就参加了这个竞争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就是说心态 刚才黎兵也说了 把这个心态放好 哪怕有一线的 希望我们去争取 这个应该是一个态度 这个其他的你说 因为时间有限 就不太展开说了 你可以多说 你可以多说 激战说这些东西 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那是过去积累的 所以说经常我说 我们应该大家 更加关注的 应该是我们的 一个基础的这个东西 而更多的我们现在 更多的关注的是 俱乐部 或者是国字号队伍 其实我觉得 这样应该是 应该改一改 就是我们多应该去 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基础的 一些东西做好了 那么俱乐部和国家队的 东西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呢 我想说 刚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97年和2000年这个对比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 都是都差不多 都是很强的 但是呢 虽然说97年 我们冲击失败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还是想感谢 那次冲击失败 因为我们从那一届 因为我是参加过97和01两届 97那一届参加过后 给我们找到了很多一些 就是我们失 我们失误在哪 失败在哪 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一些 宝贵的冲击的经验 那么才有了01年 我们一个成熟的 一个中国国家队 这个我觉得是 是它有相互相关的 对 马儿所讲的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12点了 我们的流程还是后面还有 所以不能让大家充分地发言了 刚才的很多的话 大家可以听到背后的意味深长的那份心愿 但是我仍然希望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现场所有嘉宾每人留下一句话 一年之后再回看 这是你今天心情的真实表达就可以 因为秒嗨需要短视频 需要短视频播出 好吗 这个先从董事长开始 就是一句话能代表你当下的这个心情 因为这个12奖赛跨越一年 一年之后再看今天的心情 我希望一年以后 能把所有冲击这一次世界杯的队员 带到我们秒嗨来 秒嗨的主人 来 李冰 希望国家队放松心态 奇迹很可能会发生 好 奇迹很可能发生 等待奇迹 希望更多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 或者我们的国人 去更应该关注我们的基础 中国足球的基础 好 小组赛的时长比赛就是 回看中国足球基础的每一个奇迹 都可以把它充分地去机会 接着马儿这句话就是 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清训 好 其实大家都有共识了 就是 未来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的孩子更好 做一个好人 而且希望 吴里河的场景呈现 好 希望吴里河呈现 也希望当年金州的歌唱祖国的场景 也能够出现 谢谢各位 跟我们共同度过了45分钟时间 这正好是一个半场的时间 也谢谢所有历史的见证者 也是曾经的荣誉的创造者 再次掌声感谢他们 也为国家队出声 加油 祝位 谢谢 谢谢 谢谢